那下一位我們要分享的是謝宇辰 謝宇辰朋友他在這邊跟我們分享他如何從看待教育的事情 他目前是研究型的作家 那各位朋友你不管你現在是學生在學的或已經畢業了 你一定會根據過去的教育改革 你一定有些自己的心得有些想法 甚至你會覺得如果可以怎樣我可以怎樣更好 所以他寫了一本書叫做做自己的教育部長 各位朋友我們來聽他分享如何做自己的教育部長 謝謝 謝謝 剛才的介紹 我是我在教練有史以來要分享跟我的寫的書最不相關的一次 我要講的是我有一個idea 然後可能是有點像說特劇人那樣的概念 然後今天來跟大家做一個產品說明會 但是在產品說明會之前呢 還是要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我從小就是一個很愛學習的人 很愛讀各種的書 很愛甚至包括書以外的各種的知識來源 電影啊 音樂啊 什麼的 那我也希望做對社會有貢獻的事 所以寫了一本書 這個是 這一兩張是唯一會提到這件事 所以還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是為了解我這個人 就是我寫了一本書叫做做自己的教育部長 是在探討呢 現在我們的社會我們的環境和制度都跟以前不一樣 所以我們爸爸媽媽的那個年紀 他們的學習的經歷或他們對 學習或教育的了解 可能不一定適用於我們 謝謝你就是這一本 可能不一定適用於我們這一輩 甚至比我們年紀更輕的人 那我們說這個時代的年輕人需要他們更有想法做自己的選擇 做自己的判斷 或者說做不一樣的學習的規劃 而不是只要考一百分就好 那怎麼做 國中高中在困在困在困在班級裡面 學校裡面他們怎麼了解這個世界 怎麼了解自己 怎麼了解他們未來的方向 那這個是我希望在我的書裡面解答的 那因為不是現在的重點 所以我就不去把不去說細節 大家歡迎去 現在不答書 所以我這件事情的意義是說 我希望去探討 不是說政府要做什麼事 而是我們每個人自己可以做什麼事 讓我們自己的學習可以更好 因為要等到政府創造一個完美的教育制度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我希望我的書和我自己寫了一個 和我自己在經營一個blog 都是在討論各種專業領域的人 他們在現在的專業領域看到各種的變化 看到他們自己的人生的經驗 讓我去採訪和整理 希望讓現在的學生和家長有參考 那幫助他們對學習做合適的選擇和規劃 那歡迎大家可以到我的blog上去看 學與夜資訊小站 正題是 我要提一個proposal 是我想要辦一個焦點讀書會 那不是每次都讀我的書喔 甚至不一定會讀我的書 因為不是為了我的書 而是為了我自己的一個興趣 和我覺得有一個分享的平台很重要 因為呢台灣現在有一個統計是平均 每人每年讀不到兩本的書 這真的是國齒啊 那是吧是吧 我們還這個 學歷可能是東南亞或者全世界最高最高的國家 我們全一年每個人讀不到兩本書 那我自己的也有一個困擾是 我喜歡讀書 但是常常讀的書 有一些想法想跟別人分享 但是往往沒有這個機會 或者很多人 或者包括我自己買了一些書在積灰城 那是我會做這種事 或者說很多人 包括我的朋友 我們對某些書有喜好 但是其他的書 我們好書我們漏掉了 或是說我們想要看某些書 但是我們沒有那個時間 我們希望某些人來跟我們分享 所以我就提一個這樣的建議 就是如果你很想讀書 如果你讀了書想要跟別人分享 或者是說你希望知道更多的書籍 或者說更多的知識 那希望別人來讀書 報告給你聽 就像某一些的大老闆一樣 說不定我們可以一起做這件事 那我想要做一個讀書會 是可以互相交流 然後想要讀書的人可以鞭策自己 那幫助彼此學習 所以我提的意見是這樣子 我們辦一個讀書會 很簡單吧 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大家都聽懂我的幽默感 這讓我非常欣慰 我提 這邊是解釋一下 我這個讀書會裡面的規劃 有一個自選書分享的時間 每個人也是九分鐘分享 然後六分鐘的Q&A 然後有X人 焦點選書分享 那就是我們選一本書推薦大家讀 那也是九分鐘 每個人分享到三分鐘Q&A 那Y人 那X加Y等於7 那Y小於4 大家都看懂嗎 大家都很聰明 你OK了 那之後呢 就有一個綜合發問的時間 大家可以 報告書的人彼此可以問 可以分享 然後台下沒有讀書的人可以更深入的追問 那討論一下之後的選書 和選書的預告 那接下來就自由交流 我的想法是呢 上台分享的人就兩百塊 那 不上台分享的人呢 就是他來純粹吸收大家的知識 我報告反正是不是 上台分享的人一百五 因為他貢獻 那在台下沒有分享沒有看書 來擷取大家知識的人呢 付比較貴一點 就兩百塊 那我的想法是呢 自選書 包括 包括 可能可以包括音樂 包括電影 包括 各種藝術導靈的分享 建築的啊 包括 各種 對 那 參加的人可能可以15到20個人 那現在想要做一個市場調查 就歡迎大家把這個 指傳下去 謝謝 就是可以幫我在上面 填底下的幾個問題 拿一半 謝謝 就是 你覺得 你會想要 像這樣的活動如果舉辦的話 你半年 半年每個月半一次的話 你會想要參加幾次 如果 請說 我還有兩分三四秒 夠 你一支活動 你大概覺得要多長時間 那就一個晚上 可能就像焦點這樣 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吧 對 我是這樣估的 如果半年半六次 你們會想要參加幾次 零次也可以喔 對 就不用怕我傷心 我的 我很堅強 笑什麼 這真的啊 然後請推薦一本 你最想要跟人家分享的書 和你最想要聽人家分享的書 和其他的任何建議 我講完了 我還剩下一分五十九秒 所以 開放發問嗎 開放發問 開放發問 好大概兩分鐘可以放到發問 也包括我本人 也包括我的書 也包括讀書會 有嗎 你們還要看這個 對對對 謝謝大家 場地會討論在哪裡 場地 我覺得可能會是change 或者是 就是 我也在想看有沒有那個 合適的餐廳 那如果是餐廳的話 付食物的話 可能就會貴一點 可能就是會三百塊之類的 那上次那個 就是台 那個焦點ATCC 那個場地好像也不錯 蛤 永樂座 對對對 那個地方也許也會 列入考量 也有二手書 對對對 好如果沒有別的問題 我就把時間 讓給下一個講者 應該是焦點 有史以來 很久以來第一個 沒有把時間用完的人 對不對 我很缺乏 我很缺乏會廢話 好謝謝大家 請假假 等一下就把這個寫好了 在聚會完之後 那邊 謝謝 非常感謝謝雨晨的分享 像 不管是你以前有沒有在讀書 或你現在有興趣要讀書的朋友 或你平常都一直在看一些事情 那你都可以 有參加這樣的讀書會的機會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你自己看書 你跟參加別人的部分 你可以學到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甚至你可以討論一個管道 對 其實我們ない 走 為了 沒有 這麼多進步 是 來 寫